夜神模擬器 支援成千三萬款手機遊戲喔 即刻下載體驗吧 大家好那這次的話來試玩這一款 不朽之旅 重生 一開始是英文的喔是你要右上方那邊有看到範體中文嗎 他那邊原本是英文的你要把它改成範體中文呢 直接進來吧 就好像是 放置 掛機類型的 不過Google Play那邊 評價是 有點兩級喔所以有點如果 假設他五星是刷屏下的話那這款遊戲應該就普普通通的 好啦冲完名字我們趕快進來bo 來冲完名字了 好啦我是貴族啊 我一直以來都是貴族 我一直以來都是貴族啊 有左之右展開攻擊啊 咦 他戰鬥是真的就像網友他們講的沒有例會 倒是有一些打擊配音 地圖背包 裝備另外一把武器 要怎麼呈現 角色 兩把呢 世界聊天空無一人 nice 進度滿後回到地圖中交付任務獲得大量獎勵 那我看到一個老人的圖像呢 總算我看到 怎麼不是妹子 我應該去見劍 有了一把床劍我又多了一位好哥們啦 其實要這樣子玩也是可以啦 畢竟放置掛金嘛 不過 不過 還是有一些要素在喔 現在這種放置型遊戲 你要你要做出一些樂趣來 就像最近出的 那一款阿卡迪亞放置型的那一款 這本身做得不錯 去城外找到騎士堂 酒館什麼 10等17級開啟 我現在進入世界探索了要打怪了阿 找到騎士團喔 我現在應該是還沒遇到吧 商城家還有賣東西耶 其實買的人應該不多吧 我覺得 任務 買 然後放回 有人講話了耶 有彈幕耶 了解 首次在戰鬥中失敗可以獲得 生命之石 這個地方我打不過 到城郊去了 城郊敵人 我現在四等嘛 所以我大概能打 四等上下的 剛剛那個地方提升太強了 新的 裝備 其實他應該也可以弄個一件裝備之類的 對不對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大概就體驗試玩到這裡好了 我看一下他說明了其實豐不豐富度還算蠻多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種風格你喜歡的話你也可以來玩看看喔 畢竟放置掛機嘛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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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